第一位我们先要有请来自我们南马麻坡的一位师兄 这位师兄是大师兄 那么等一下他自己会介绍 他的故事非常精彩 那么借用大家的掌声 我们来有请来自麻坡的 师徒光潜 大师兄 大家好 我是来自 麻坡的同修 我叫Anthony 或者是叫师徒光潜 这样其实我是想分享 其实我从小我是出世一个挺富裕的一个家庭 这样从小就没有吃苦的 我读了中学玩了过后 也去外国读大学 这样毕业了回来过后 我也是爸爸给一点钱我做生意 这样到2007年的时候我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生了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女儿 真人感恩菩萨 他在我修心灵法门的途中 而且其实我32岁我就得了高血压 血压高 我也是每天有吃药的人 但是因为自从我修了心灵法门 念经 血压放生 我的血压高也好了 我不用吃药了 感恩菩萨 而且刚才师兄有讲的 讲有一个师兄带他妈妈去法会 20多年来的点头痛也好了 那就是我的妈妈 而且我妈妈也是修佛了 现在我要大概讲一下我妈妈的经历 其实这个事也是很多老妈妈会遇到的 其实我的妈妈去年也是修心灵法门 这样我妈妈一路来都有关节痛的 就是关节痛 一路来他是有打油的 这样他打油了过后 就好了半年一年又痛 最少去年11月的时候 我妈妈的脚就肿得很厉害 就很痛很痛 这样过后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都讲一定要开手术了 因为骨跟骨已经没有油了 这样那时候我就叫我妈妈 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要多放生 这样那时候妈妈本来是每天都很痛的 当那一根菩萨许了愿 过后讲说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要放生多少条鱼 慢慢的就不知这么痛了 然后他病人三天再痛 或是没有这么痛 但是要真正的好 还没有这么好 还是要过后就要懂葛了 就像刚才这样子 这样过后 那时候我就一直叫我妈妈要狂念经 狂放生 但是我的父亲 其实我父亲是还没有修这个佛 我父亲就很担心我妈妈 会讲一定要他开手术 这样其实师父都有讲过的 其实这个关节也是一个灵性的一个病来的 这样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本来安排四月份要开手术的 就这么巧的 我父亲闹一些情绪 又postpone到五月 到五月的时候 又有一点事情 又postpone到六月 到六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要去香港 法会做义工嘛 这样我就跟妈妈讲 不如你法会义工后 你再开手术了好吗 过后我妈妈讲 好了七月才开吧 所以过后我在香港法会的时候 师父有讲过的 你们可以用义工的功德 来转给你的母亲 让他们身健康好一点 那时候我就跪在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很爱我妈妈 我希望我把我香港做义工的功德 全部我给她 只希望她的脚可以好 我只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那天六月二十九号 我回来的时候 是星期六早上三点 下午的时候我就打进师父的图腾 这样我也问了师父 我妈妈的图腾 给你们听一听一下好吗 喂 哈喽 师父你好 你好 你好 师父你好 我想问你问一下 1949年属牛的可以吗 好 想问一下他的右脚 因为他这个是我母亲爱的 因为他的右脚 他那个医生讲说他的骨已经要开手术了 但是我妈妈已经修了 但是我妈妈已经修了 今天是新把门了 所以就问一下师父需要开手术吗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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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刚刚刚修 一年了 一九几几年了 一九四九年了 一九四九年属牛的 脚是吧 对右脚 右脚的脚科 对对对 有点麻烦 里面的骨头有点弯了 对对对 他这个骨头 而且还长了 长得骨头跟骨头当中 像骨刺一样的 相互直接摩擦 所以让他觉得疼痛 明白吗 就是医生叫他开手术 这样我就会自叫妈妈多念经 就是多放生 而且我这一次也将 我有去香港做义工嘛 我也将这个功德 转给我母亲师父 可以看这有转过就转到嘛 其实 转自转到了呀 他现在 他现在是有几天痛 有几天不痛呀 对对对 他不是完全痛 他过去有发作的时候 每天痛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几次 就是他才有多念经 你叫他泡酒了 泡脚了吗 还没有 你叫他赶快泡脚 然后呢放点黄酒 然后呢再继续 再继续 继续念那个 那个 那个小 小胖子再加上礼佛 这样子 嗯 我还是给他念四学九章看看看 念的好一点 四学九章 嗯 OK 好吧 这样过后 放生要多少条约啊 放生是吧 嗯 放生是吧 我看看啊 放生 放生可以放 一千两百条 好好 你第一次过放吗 对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次香港的功德 他全部拿到了 嗯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次香港的功德 给了他 他现在的心脏好一点了 他过去心脏不舒服了 嗯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嗯 这家家师傅 需要我妈妈 需要开手术吗 你过一个半夜之后 再如果不是很痛的话 再去跟医生商量 开不开 好 嗯 就是因为一路来 有师父及医生 这样开手术 就是亚瑞一直有障碍 就是假生 一直叫我妈妈 不要去开手术啊 医生患了又患了又患了 你看见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了 有的医生赞成开手术 有的医生不赞成的 明白吗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 跟医生不一样的观点的话 你念念经啊 好好的啃啃脚啊 缓缓练脏啊 说不定很快就没了 明白吗 过后其实那天 我打图腾的时候 我还没有见我母亲的 这样晚上的时候 我就见我母亲 我问我母亲 其实这几天 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吗 因为我妈妈一路来 都有飙冷汗的人 其实飙冷汗就是心脏 不是很好的人 她讲到那几天就没有飙冷汗的 人就比较精神了 脚呢 他是觉得有一点 他讲特别今天 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我讲是我打劲的师傅了 当我给我妈妈听的时候 妈妈也是很感动 这样过后 到星期一的时候 这么巧的 我们麻婆 一路来没有私人医院的 就刚好星期一的时候 就开幕了一个医院 这样我就带我妈妈去看 这个骨科医生 在这骨科医生 就看了我妈妈的脚的时候 继续讲不用开手术啊 现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药 是抽我们人的血 过后再掺个药 再打进去里面 把它再 它的软骨再重生了 一个新的药 而且那个医药费 如果开交的手术 大概是两万到三万左右 我妈妈开的那个 只有打增下去 只有三千块罢了 而且在马来西亚 是算是一个新药 但是在美国已经十多年了 那些踢足球的 那些运动员 都是打那种 因为第一个拿自己的血 还有你放药 是没有副作用的 像那时候我就讲 医生你就去 你就看一下分别吗 这个是要开手术的 我是拍 那个人要开手术 就这么长 换那个脚 但是我妈妈 只是打一个针罢了 而且当天可以出院 当天可以出院的 而且那时候我妈妈就开始放生 我就放一千两百条鱼 现在我妈妈已经走路 已经不学用董哥的 她已经可以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各位 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我们的 如果作为儿子儿女的话 希望你们孝顺一下 你们的父母 或是成为父母的话 也要好好的孩子 把他们念经 其实讲的心灵法 真的太灵了 太灵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的话 今天还没有修的 大家试试看念 一念就灵了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感恩大家 谢谢